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讲 系统的进程管理 进程管理当中 我们主要学习这样两个内容 一个是进程的查看 另外一个就是进程的管理 今天我们先来学习进程查看 那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进程 其实如果按照他的概念来说 他说进程是一个正在执行的正在执行的一个程序或者命令 每一个进程都有一个运行的实体 都有自己的地址空间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 这种东西我说清了以后 除非你对他有了解 否则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我们说什么是进程 如果我们通俗一点来讲 他就是正在运行当中的程序 顾名思义进程正在运行当中的程序 各位 系统当中如果你的程序要想运行 他都要产生一个或者更多的进程 他才可以保证你的这个程序可以在系统当中可以运行 那任何程序只要运行都会产生最少一个进程 有些程序可能比较复杂 那一个程序就有可能会产生多个进程 比如说阿帕奇这样的程序 但是呢 只要运行他最少需要一个进程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啊经常会问我们的学员 我说LS命令 LS命令 他是否会产生进程 这时候啊 我们学员就众说纷纭 有的说有啊 有的说没有啊 其实我们说 LSJ既然是命令 那命令在临死当中也是程序 他既然可以运行 并且可以有一定的功能 可以执行 那么LS当然会产生进程 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进程结束的很快 LS一回车 命令执行完 显示完结果就终止了 你可能很难抓到这个进程 但是他只要运行了 都一定产生进程 一定有 只是你很难抓住而已 所以啊我们说 所有的程序 不管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系统的命令 等等 他只要运行 他最少会产生你这个进程 来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进程 那其实我们说起来啊 Windows当中其实也有进程这样一个概念 在Windows当中 我们打开任务管理器 这里面啊 我们通过进程 就能看到 哎 Windows当中 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 对吧 所有正在运行当中的进程 那么 这就是进程的作用 好了 那知道了进程是什么 那我们这节课说 我们要学习的是进程管理 对吧 那进程管理是干什么 我们的同学啊 会一口同声的说 进程管理就是为了终止进程 比如说 我刚刚说 Windows是用任务管理线 来进行进程管理 所以呢 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在这里看哪个进程不顺眼 然后点接触证 进程把它停止 那么 这是进程管理的工作 没问题 进程 结束进程 是他的工作 但是 我们的进程管理 就是为了终止进程吗 那可能还不是太一定 我说啊 各位 我们的进程管理 最主要做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是 判断你服务器的健康状态 也就是说 在Windows当中 我们主要是看着这一块 各位 我们要干嘛 我们首先要判断 你的CPU的占用率 你的内存的占用率 如果我的CPU和内存占用比较高 那多少算高呢 每个人的这个应该说是应该是看管理员的个人经验 看管理员的经验 那么多少算高呢 都是看你的经验 如果你觉得他比较高了 其实我说我们一般认为超过80%占用率 那么你的系统其实是在高负载运行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人为介入 要干嘛 判断一下是哪个进程占用了你的资源 如果这个进程是正常进程 比如说就是我跑了买色扣服务 它占了这么高资源 那说明什么 你的买色扣的压力非常大 你需要做买色扣的这个查询优化 因为你的查询你的程序是不是可能写了一个问题 导致你的服务器的压力非常大 那如果做了优化 我的这个进程压力还是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证明什么 你的这台计算机跑这个服务 还已经不太甚至 你需要使用更好的计算机 或者你需要给它加内存 或者你就需要搭建集群这样的服务器 才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那就是说如果是正常进程 占的资源很高 证明你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能力不够 你需要用更好的计算机 那如果是非法进程 或者说不正确的进程 那这个时候要分 如果只是一个不太常用的进程占了资源 我们应该终止 但是如果你判断这个进程是一个非法进程 小心你不能逆终止了事 假设我在这里发现某个进程 感觉这个进程我没见过 其实不是这个我只是举个眼睛 那这个时候呢我能把他直接杀了就拉倒吗 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杀了他过一会儿 如果真是病毒木马 你下次重启或者过一会儿 他自己就起来了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判断这个进程是什么 然后找到他的这个病毒和木马的这个这个主体 然后用手工或者用杀锁眼镜的方式把它彻底清除 才可以终止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不管是不是这个占用资源的这个进程 是不是正常进程 你都不能终止他了事 所以我们说杀死进程这个工作 其实在进程管理工作当中是最不常用的工作 原因我们说第一我们所有的这些进程其实都是有正确终止的手段 比如说我这里能看到虚拟机进程 我这里能看到虚拟机进程 那虚拟机是直接杀掉他的吗 当然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用到的时候用完了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正确的关闭 那什么时候才需要杀死进程呢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我当我正常终止进程的手段已经失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才会去考虑杀死进程 哎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认为进程管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杀死进 我说不是 进程管理最主要的工作是判断服务器的健康 理想的运维工程师在这种就是理想的运维状态下是 你的服务器没有死进 你的服务也没有当没有死进 这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发现我的服务器处在亚健康状态 这个时候呢 通过我的人为干预 让我的服务器从死进的这个状态当中恢复回来 这是最影响的方法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运维工程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判断健康 当然判断健康有很多个方法 比如说用这样的性能工具就是判断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我们运维工程师最后来进行的工作 也有类似的判断健康的命令 我待会会讲 但是我说这是我如果只有一两台服务器 没有问题 我们手工打开进去之后 不管是用这个图形化的管理工具 还是运维工程师当中用套口命令 来我们是都可以手工来判断他的健康 但是如果我有好几十台服务器 我有好几百台服务器 我有好几千台服务器 那这种时候呢 就不可能通过人为手工的一台服务器 一台服务器来进行检查 那说不定等你还没查到头了 那台服务器该死了早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搭建专门的这个监控服务器 比如说CAC件或者是什么MRTJ等等吧 类似的这样的监控软件 那监控工具啊 应该这么说 只有当我们的服务器数量比较多 那个靠人为手工很难判断 很难监控的时候 才可以考虑去监控这个搭建 当然其实我说 如果你就一两台服务器 我搭一个监控服务器 也会让你的人为工作大大将近 他可以监控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CPU的负载 你的内存的负载 你的这个硬盘的这个占用状况 你的服务的状况 是否死结了 是否正常想要 等等等等 他非常强大 但是问题就是 他可能要远比我们 学习这样的判断服务器健康的密密要复杂 那是网络这个服务的内容 我们这节 咱们这个吸收灵力是现在 还只是在讲系统管理 那个我们后面再说 用到了再说 好了 那我们就说 服务器 进程管理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判断健康 Windows就是用性能功能 当然也可以用联网工具来判断你的网络状态 对吧 也可以用用户这个工具判断你的登录用户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进程管理 最主要的工作是判断我的健康状态 而不是上来就杀 就终止进程 各位 Linux当中杀进程的命令是kill 也就是杀人 杀死 你可不要逮谁就杀谁 你不是杀手 如果你杀了正确的进程 就有可能会导致服务器的崩溃 或者把你自己剃掉 就算是非法进程也应该 就算是我不需要的服务 也应该是先尝试正确终止它 用service 阿帕奇 stop 先停它 当它不生效的时候才考虑杀死 所以啊 我们说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啊 我们很多学员 很多的很多同学 不管是学习过的这个系统 还是没有学习过的 他都认为进程管理最主要 或者说用这个工具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终止进程 其实不是 最主要的是判断健康 这是第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工具 也就是我们要 可以看到系统当中 所有正在运行的功能 我通过这种方法 哎 才能知道我系统当中 到底跑了哪些服务 对吧 那我总得监控一下 我系统当中运行了哪些程序吧 那这个时候 这就是我的进程管理的第二个工作 工作 判断系统当中运行了哪个进程 在windows当中 是用这个工具来进行这个查询的 最后一个工作才是终止进程 哎 终止进程 好了 也就是说 进程管理啊 其实跟我们windows当中的这个任务管理器 它的功能非常相继 非常相继 好 那么我们说这里解释一下进程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哎 最主要的是判断健康 好了 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来看我们应该用哪些命令来实现这些功能呢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ps命令 各位 其实实现的是这个功能 查看系统当中所有进程的功能 哎 我们并没有先讲这个 为啥 这个呢 是静态的 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先学它 学完之后再学它 哎 但是你要知道 ps是用来 看 查看所有进程的 那ps呢 它有很多权向它的支持 但是最常用的就这两个 一个是ps aux 另外一个是ps 杠 le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看系统当中所有的进程 那为啥有两个 区别是 上面这个使用的是unix格式 下面这个才是使用的linix格式 各位 你小心 这块看 ps aux 前面并没有加杠 并没有写杠 aux 那如果我写杠 aux呢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我们试一下 这条面并虽然正确执行了 但是看 它有一行警告信心 错误的语法 不认识这个东西 为啥 它不认识这个杠 为啥 我们的它遵守的是unix bsd的操作者是 它的选项交由不需要加杠 但是 其实我说 你这里真加杠了 虽然有一行报错 但是并不影响命令的正确执行 所以 你要真机不住 无所谓 你可以忽略这个报错 对它 也是一样 但是le的作用 也是一样的 查看所有进程 不过 它可以看到什么 它是采用的linix格式 其实这两个会一个就写 其实我们可能更习惯的是这个 那么 -a的意思是 查看所有前台进程 -x的作用是 查看所有后台进程 -u的意思是 显示这个进程是由哪个用户产生的 那 合起来这个选项就是 显示系统当中所有进程 那 -l的意思呢 是显示更加详细的信息 -e的意思呢 是显示所有进程 也就是说 这两个组合 按照你个人的习惯 用哪个都可以 那么 我们呢 就用ps-ax来解释 这个是我们的常见用法 好了 那么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其实 命令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输出极其复杂 这个输出是我们在现在为止所学到了 所有命令看到的最复杂的一个命令输出 那我们一行一行来看 各位 首先 这个命令的输出结果 每一行代表一个系统进程 代表一个系统进程 那 也就是说 我这里有这么多行 我的系统当中就运行了这么多进程 来可以看到啊 看 运行了这么多的apax进程 没错吧 没错吧 好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命令的输出作用 也就是说 它每一个列的作用 首先 第一列的作用是 这个用 这个进程是哪个用户产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系统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root 第二列呢 是这个进程的pid 也就是进程id 其实我们前面一直在讲 用户名 文件名 进程名 都是给用户看 Linus系统 真正查找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靠它的名字 而是靠它的id号 那 我们这里的进程的id号 就叫做pid 大家小心 pid是e-lite进程 是一个称作init init的进程 是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 init进程呢 是系统当中 启动的时候 Linus系统启动的时候 调用的第一个进程 虽然我们 三套s6.3的启动 这个变化比较大 但是呢 它为了跟我们 之前的三套s6以前的版本 兼容 所以呢 它还是保留了init这样的进程 那么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之前的这种说法当中 其实现在也还可以通用 其实还是可以通用的 他们说init的进程 是我们系统当中 调用的第一个进程 所以它的pid 永远都是 超哥讲课的时候 经常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或多或少的 见过多米诺骨牌 多米诺骨牌就是 事先排好一个图案 我推倒第一张 后续的骨牌 就会依赖 我事先摆好的图案 而依次导书 那init就是我们 Linus系统当中的第一个进程 它是系统当中 启动的第一个进程 它是所有其余进程的 负进程 负进程 它是老子 这些都是儿子孙子辈 都是他的儿子和孙子辈 这是系统最重要的进程 最重要的进程 好 好了 当然我们说 三条S现在 这个Linus发展的 这个月靠后 这个进程的作用 现在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是到目前来 它还是 是一进程的 所有进程的负进程 好了 然后呢 后面这两列 是我当前进程 占用的CPU 占用的这个内存的百分比 那同样 占用的值越高 说明这个进程 越好负资源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这里指的是占用这个进程 占用虚内存和占用这个实际的内存大小 单位是KB 同样 占用的值越高 证明它越耗费资源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说 这个进程的登陆终端 这个进程是由哪一个终端产生的 大家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系统进程都写的是问号 证明这个进程不是由终端掉用的 而是由内核直接产生的 所以它不知道是哪个进程来的 是由哪个终端来的 所以是问号 那除了问号 它还能识别哪些终端号吗 有 TTY1 TTY TTY1和TTY2 还有PS PTS 什么意思呢 解释一下 在这里我们用TTY1到TTY7 代表7个本地终端 其中TTY1到6是本地的字符终端 TTY7是本地的图形终端 我们前面讲欢迎界面的 是不是说过 按住OUTF1到F2 F6能够切换6个字符终端 如果你装了图形界面 可以按CtrlOUTF7 切换到图形终端 对吧 那它是用这种方式 来代表字符终端和图形终端 那接下来使用PTS斜杠0到256 代表区域终端 你可以认为它是远程登陆终端 远程登陆终端 那也就是说 默认情况下 这块应该是255 这块应该是255 那也就是说 默认情况下 我的Linux其实可以支持 最多256个远程登陆 远程登陆 有人可能会说256个万亿不够吗 其实已经足够用了 已经足够了 在我们的Windows当中支持的更少 在原先的Windows当中只能支持你两个远程终端的连接 那这时候就会有啥问题 卡住一个 第二个再卡进去 你的系统实验就能进去 只能重新 但是Linux其实基本不用考虑这个 它代表远程终端 也就是说 我这里 这些个命令 是由 SSH登陆的用户 从PTS-0第一个远程终端 登陆的用户所运行的 看 PS命令 虽然是 跟LS一样 一执行就会终止 但是这个命令 刚好就是用来抓进程 所以它是可以看到它自己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推断 像LS这样的命令 也是可以有进程的 只是我很难抓住而已 对吧 那这些命令 都是由远程终端操作来的 好 好 这是终端 接下来呢 这个是进程的状态 State 也就是 这 状态 进程的状态非常多非常多 我可能就不一个一个详细念了 那我们说 我写了常见的几个 大R是代表这个进程正在运行 大S代表这个进程是休眠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的进程都是休眠的 都是休眠的 对吧 所以别看Linus当中的进程数量非常多 但是基本上都不好资源 都不好资源 那么T呢代表停止 S呢代表包含此进程 加号代表位于后台 好 这个Star呢 是这个进程的启动时间 也就是这里 哎 因为我的这个进程启动超过一天了 所以它是用月日代表 那往下 这个进程没有超过一天 就是用了小时和分钟代表 对吧 进程什么时候运行的 那注意 有些人啊 想当然的把它连起来看 是吧 5月24号 这个0.02分 其实不对啊 这是进程的启动时间 这个呢 是这个进程占用的CPU的运算时间 它如果占的时间越大 证明这个进程越耗资源 越耗资源 最后一列呢 是这个进程的进程 好了 这个进程 你不要看PS的输出 虽然非常多 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最后一列进程明 我们通过这条命令 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判断 系统当中运行了哪些进程 比如说看 运行了一大堆的Apaq 对不对 对吧 那这就是PS命令的作用 PS命令的作用 回过头再说 PS实现的功能是 查看系统当中 到底运行了哪些进程 好了 知道了PS 我们来看下一个命令 就是Top命令 这条命令的作用 就是最重要的作用 查看健康状态 Top命令 直接回车就可以 如果加选项 其实选项非常多 常见的 就是杠地 加指定更新的秒数 它默认是每三秒钟更新一次 我们试试 Top 来盯着这个时间 看到了吧 看 22 25 每三秒钟更新一次 这个家伙反而就跟我们的任务管理器非常类似 只不过 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是每秒钟更新一次 每秒钟更新 我们这个呢 稍微慢点 每三秒 那这个命令最主要的功能 对了 它默认是以CPU的占用率排比 谁占的占用率不高 谁靠上 哪个进行靠上 对吧 但是这个进行最主要的工作 命令是投5行 这5行的作用是 帮助你来告诉你的你的系统目前是处在什么样的健康状况 那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投5行的作用 详细解释一下 这些操作啊 我们待会回过头再说 这些是说在Top命令的交互模式当中可以执行这样的操作 待会再说我们先来看懂Top命令 那第一行的作用 也就是这一行的作用 诶 主要有这样一线介绍 第一个 系统当前时间 当然我们说这个时间不一定准 因为我们逊机嘛 一旦断电时间就不准 所以你们就看知道就行 然后呢 是说我的系统到现在运行了一天13个小时32分 那这个计算机的 是一天三小时26分 也就是说 这台计算机在开机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天三小时26分 我们在论坛上经常有一些管理员说 晒一晒你的服务器运行了多长时间 诶那证明你的服务器如果不出问题运行的时间越长 证明从侧方面可以反映你是一个更好的管理员 对吧 那怎么怎么怎么显示显示呢 就是执行Top命令 然后把这个地方截个图 诶 只要赶网上晒了 一般都是超过300天的 诶超过300天的 其实在Linux当中 我们说如果你跑一个稳定的服务 运行两三百天跟玩一样 跟玩一样 好了 系统到现在 运行的多长时间 当前系统登录了两个用户 系统在一分钟 五分钟 十五分钟之前的平均负载 平均负载 这块说图上说 咱们这里说 平均负载小于一负载较小 如果负载大于一 因为你的系统负载较大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说就是这里 这里 其实这里啊 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统计方法 告诉你你的计算机是在高负载运行还是低负载 那怎么判断你的负载压力呢 咱们的话那边上说是一 说我写的是一 但是我想说 它是按照你的CPU的核数 如果你的CPU是单核的 这个压力如果超过一 那么证明你在五分钟之前的压力是非常高的 如果在这里超过一 证明你在十五分钟之前的压力是非常大 但是如果我们的计算机是四核或者八核 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宽松的多 八核你可以认为这里超过八才是这个高压力负载 那我们现在是实验环境没有跑任何程序 所以呢 看压力都非常小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压力 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判断我的计算机 判断我的计算机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那接下来呢 来看看进程的信息 这里我当前总共有一百零一个进程 一个正在运行 一百个是睡眠了 零个正在停止 零个将死 哎 各位别的都很好理解 将死是啥 或者是将尸进程 他指这个进程正在终止 但是还没有终止完全 有可能如果这个僵尸进程 如果你抓住了 显示不是零 默认有一两个一个僵尸进程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 先不一定需要干预 有可能是什么 服务正在停 还没有完全停止 你就把它逮住了 那你过一会儿再看 一般情况下这个僵尸进程就消失了 那如果你过一会儿再看 发现这个进程还在 证明这个进程在终止的过程当中 报错了 他卡死了 没有正确终止掉 这时候你需要手工的 判断一下 如果没啥问题 需要手工把它终止 哎 僵尸进程啊 僵尸 这是第二行进程信息 那第三行吗 是我们的CPU信息 CPU信息 也就是这一行 这一行 我们依次来看 第一行是 我的 CPU被用户占了多少 CPU被系统占了多少 CPU被改变过优先级的进程占了多少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一行 你的CPU的空闲率 如果这里空闲率非常低 比如说小于20% 你的服务器是在高压力运行 这时候需要人为介入 如果没有非法进程 那么说明你需要加内存 或者加 需要你 说明你需要买更多的服务器来搭建集群 当然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跑任何服务 所以这个空闲比非常高 对吧 然后呢 下面有 这是等待输入输出的进程占用了百分比 然后呢 请求中断的这个进程占用了百分比 然后软中断请求占用百分比 还有虚拟时间百分比 其实这里啊 我们说最主要的就看这一句话 空闲比 好了 下面这个是我真实的物理内存的这个占比 物理内存的总大小 已经用了多少 空闲多少 有多少是在做缓冲 有多少是我的缓冲 那么第五行呢 就是我们的交换分区的这个 信息 哎 交换分区 我们分完安装的时候分完了 到现在为止 其实一直都没有看到它有啥用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它总共有多大 然后多少在用 一点都没有 然后呢 空闲比 缓存缓存多大 哎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交换分区基本没有使用 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说 这玩意不需要太大 最大不超过两个G 否则只是浪费一旁空间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 套不明的前面的五行 这五行啊 我说 你们需要重点看的是这里 平均负载 CPU的空闲率 内存的空闲 这三个是重要指标 如果这三个指标过低 都证明你的服务器压力较大 需要人为介入 那至于下面这个呢 其实和PS的输出非常类似 非常类似 他默认是按CPU的占用率 为百分比排序的 哎 默认 那如果我要想改一个排序 怎么办 比如说 我想按内存来排序 怎么办 只要输入shiftM 也就是大弦M 我们试试 shiftM 看 就会按内存的占用比来排序 对吧 当然内存的占用比 它就更新就不是那么快了 所以看着还是将相对来说 是比较这个稳定的 那要想回去呢 继续shiftP 看 就会又切换回 这个内存排序 用问号或者H 可以看到我的帮助 用N 可以按PID来排序 NQ键退出 注意 TOP命令 包括我们Windows当中的任务管理器 这个东西本身是比较耗费资源 我们看一看就可以了 如果没事的时候 不要老把他开 我们曾经见过很多学员 没事的时候就把原案开开 然后在这里一看 有个图标 我说你干嘛这个放在这 他说这个看着 可以看到你的系统的压力是不高 我说没有必要一直开的原因是 你可以看 TOP命令本身就是比较耗资源 包括这个命令本身也是比较耗资源 我没有必要把我的宝贵资源浪费在这个上面 当我需要的时候看就行了 好了 那用完了之后呢 NQ键 退出 就可以了 好这是TOP 哎 这条命令是 是我们整个进程管理当中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查看健康 PS呢 是查看所有进程 没错吧 那 那 SARS进程呢 我们这节课并不讲 我们下节课 讲进程管理的时候 再来看这个SARS进程 怎么做 那讲完了TOP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命令 叫做PSTree Tree命令我们学过了 是查看目录数 那PSTree呢 它的作用就是查看进程数 你就能看到 看系统当中 IIT是所有进程的负进程 这些家伙是依赖于他的进程 那这块有可能会显示 比如说我们找一下 我的阿帕奇 这块可能会显示八星 证明啊 有八个阿帕奇此进程 有一个阿帕奇主进程 下面会产生八个阿帕奇此进程 那要想看详细情况 可以加个杠P 你就能看到 他会把整个所有进程都列出来 并且写入他的这个PID号 进程号 也就是显示 PID号 当然也可以显示进程所属的 这个命令比较简单 它可以归在哪一类呢 它可以归在 查看所有进程的这一类 也就是说 这里PS 和PSTree 都是实现了这个功能 但是呢 Top命令是实现了 查看健康状态的 这样一个功能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论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